所以现在看来 到底2014 大家是怎么在盘算的 对民进党来讲 算是游席坤出现 就算是正式放弃了 新北市的一个可能性吗 我不知道刘老师 你怎么去分析去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输的话 根本不用一些 相关的一些战略 只要你领导人 党主席有一些私心 其实你这个 整个局都整个垮掉了 其实我觉得五辅千岁 其实对民进党 杀伤力非常非常大 今天假设说游席坤出现 或者是吕秀莲出现的话 其实我觉得 孙昌他们的盘算 你放弃新北 去巩固大台中 这种可能的战略 是达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认为 双北会稳赢 所以他的重兵 会南下到台中 那你跟国民党 正面对决PK 国民党有现任优势 你怎么可能会 扳倒国民党 拿到大台中呢 那所以我觉得孙昌昌 机关算尽太聪明 那朱立伦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现在最大的一个 参选的一个盲点 就是马主席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意志 因为马主席 本身的一个意志 是希望朱立伦 固守新北 不会有混乱 意思也就是说 马主席能够巩固 他自己的权利地位 假如说今天 今天朱立伦不选新北 直接跳2016的话 那整个后马时代 就提早切开去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他毕竟 要他等个四年八年 年纪也不小 所以现在这个 青少状派要怎么办呢 该冲出来了吗 反正马现在也不太好 我们不晓得 大家给看 所以游戏关出现 朱立伦更不用选了 因为没有连压力 因为谁选 可能都选得赢的情况之下 不用担心 但是专委委员 你觉得游戏关出来 国民党谁选都一定赢吗 不一定 不会吗 我几个例子 其实我们所出现的 这个民调显示 是 游戏关跟朱立伦的差距 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是吗 中时民调是差了 46 44对16 这个类似什么 这个类似当年 吴志强跟苏嘉全的差距 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你可能 大家进到那个地步 那你看后来的结果 你看只差了这样 所以 不到三万票 只要是说 整个形势 大家团结一次 我是觉得就是说 大家还是有可为的地方 你愿意团结吗 当然啦 因为这是党员的一个义务 虽然已经按照这种初选机制 它是目前所能产生 最强的一个候选能力 而且是 这个时间点 也是在这样来决定 最最强的 后到有一点点心虚 要展现风度 因为我讲应该退一个新的人 要退新的人 也好